第一個會遇到問題就是這個太大或太小 那外面有那個顏色我希望把它改成其他背景顏色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你可能就是它大小200x200 那你可以做先裁剪一下 那剛剛有同學問裁剪裁剪大小多少 你可以自己選一個大概沒關係 這邊選取區先把它取消選取一下 先把這個地方選一下 你可以大概給它一個框框 那盡量不要看到那個邊邊的部分 反正最後就把它打勾 把你要的部分留下來就可以了 第一個那這個熊 因為你們找到的圖 可能會有一些其他不需要的區域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把它尺寸不對對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影像再把它做影像尺寸 然後做什麼呢 不要強制等比例 你可以把它改成200x200 把它都改成你要的尺寸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它的尺寸就200x200了 不過你也不要差太多 因為你會發現它會被壓扁 或者是拉長了 會稍微變形 再來就是背景怎麼樣把它變成其他顏色 我是利用什麼 之前有講過的快速選舉工具 或者是魔術棒工具都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那怎麼辦呢 就是選它一下 再選一下 那有些選錯了 再重來一下 再把它取消選舉 我看這個地方好像用魔術棒會比較好 魔術棒工具 然後選一下 你會發現整個都選起來對不對 它會幫你把背後同一個 特別是你找圖的時候 盡量找背景都同一個顏色 你不要找那個背後是奇奇怪怪的顏色 然後再利用什麼 編輯裡面的填滿 然後我剛剛是填一個什麼 填一個顏色 比如說填成一個黃色好了 你就自己在調色盤裡面找一個顏色 按個確定 它的背後就同一個顏色了 當然這邊有一個電鍵 有沒有 你可以再把它扣掉了 這個前面有講過 最後記得怎麼樣 把這個選舉區域取消掉 這邊叫取消選舉 只要是有那個虛虛的狀態有沒有 記得就是它是一個選舉區 把這個虛虛的部分 記得取消選舉 它就會取消選舉了 然後你再利用它 把它定義成一個什麼 圖樣 再填滿 OK 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完成了 OK 那這個大概有一點點不完美 時間關係 好 所以剛剛主要是 如何利用有沒有 採檢工具 採完之後 再利用那個尺寸 影像尺寸把它調回來 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魔術棒工具 填一個顏色 填完之後再定義 再來就是 可以把它填滿 OK 這個地方就有了 再來第二個是說呢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放一個熊這個圖 熊這個字有沒有 那熊這個字 剛剛是50乘50了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檔案裡面新 開一個新的檔案 大小的話 這個字也許你就打一個熊好了 然後呢 記得喔 關鍵在這裡 背景內容 請用透明的 因為如果你用 預設是白色的話 它放過來 背後會是一個白色的背景 那就會怪怪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那個 大概 那我這邊寬跟高 大概就是也是用50 不過我建議用100乘100 因為我這張圖比較大張 那如果說你比較大的圖 你那個是 因為1000乘1000 或者大概差不多 比例大概大一點點 大概差不多70 70乘70會剛剛 因為我大概大 比剛剛大一點點 那透明的字 字的 這個名稱也許你就 因為這個不是很重要 你就是打一個熊好了 讓他知道說這個是一個 檔名的話就是熊 或者你打一個貝爾也可以 熊OK 70乘70 透明的 OK 確定 確定之後呢 再把字打上去 這邊有個T有沒有 T 然後點這邊一下 再把字打上去 字的大小 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它改成 也是70 因為我們那個70 跟那個70 是一樣的 一個是點 一個是那個 那 字型 我建議如果說你電腦裡面 有其他的字型 那用其他字型 不過好像我們這邊只有 標準的那個標開體 跟微軟症黑體 感覺就不是很有變化 所以用標開體 好了 然後打個熊 打完這個熊 這個字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把它打勾之後 顏色的話 把它改成紅色 好了 比如說打一個紅色 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 記得這邊顏色 選一下 再來的話 打勾 那 位置如果說 跑 跑掉了 這一次 這個 那 沒關係 這個地方 把字打上去之後 怎麼樣 然後呢 一樣Ctrl A Ctrl V貼上 就OK了 特別注意 如果你那個位置 應該這個 城市當跳 如果位置在上面怎麼辦 請你用那個 移動工具 把它稍微移動 或者配合鍵盤 上下左右 把它放在中間 不然那個字會怪怪的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會容易當掉 所以記得 把這個移動 移動的話 你可以用鍵盤 慢慢移動 我用鍵盤的向左 有沒有 把它移到中間 加一個熊這個字 背景的話 記得是用透明的 這樣OK了 OK之後的話 Ctrl A C 我這邊用80x80 放到這邊來 一樣把它貼上 貼上之前的話 它會問你要不要轉換 那你就是 把它轉換好了 OK 把它放在正中央 放在正中央 字就過來了 再Ctrl T 那因為我這個地方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你可以拿1000 或是1200 因為我這個圖 可能是1200左右 或者太大好了 太大你可以再縮小 1000 差不多這樣子 不過解析度 好像低一點點 按打勾 打勾之後 這個熊 因為我這個地方 剛剛盪掉了 所以沒有設定好 剛剛這個東西 所以記得把它改為 保留硬邊 按個確定 不過我覺得 好像這樣也OK 只是說這個地方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的什麼呢 它的字的部分 感覺怎麼樣 感覺太過強烈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可以把它改成透明 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透明的話 也沒有問題 怎麼樣把它改成透明 有個方法 第一個先新增一個圖層給它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這一張 這個地方 再新增一個圖層 去給那個字的部分 去放 放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來去做那個顏色變更 這個地方 其他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試一下 反正就是 基本上 中間加一個字 那大小 由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大一點 你可以小一點 這個部分的話 再來就是說 利用那個漸層 漸層部分 不一定是用菱形的 你可以用其他的漸層都可以 也許你這個地方的話 不一定用光譜 你可以用其他的 這邊很多漸層 然後呢 不一定用菱形 你可以用其他的 然後再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 兩題 一題是 104 一題是104的變化題